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你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怪物蛋豬 我們看這一場就是 辛水爆的影片 就是我 很久以前 一個星期前 好像是 現在終於有空 去做這條影片 因為後面也有太多掛機時間 所以後面要很久 搞了很久 基本上 你如果懂得看Bot 你這條影片畫得漂亮的話 基本上頭的幾關是不會有問題的 可以看到這樣 第二下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不能直接進去 除非有反Bot 但我沒有反Bot 所以就 要這樣彈 彈幾下場再卡下去 那一刻是最難的 通常就炒過一刻 然後3P就要放進去 4P放進去 變成下面兩批 來到第二關就不能清掉 通常就有這個問題 好 那 4P位置 2P就清下面的一組 左邊的一粒 然後1P 翻轉去1P 就清左邊的水龍 2P清右邊的水龍 這下失敗了 這下失敗 但失敗了不要緊 不要弄亂自己的次序 那我先把水龍卡下去 因為剩下右邊的水龍 沒有問題 即是我們可以等一回合時間 做個殺他都可以 因為他本身沒有大技 反而這裡出現了少少問題 那他就暈了 不是暈了 不是暈了 他隱形了 下面的一組 就出了少少問題 變成我現在的副拳 要硬來 但其實都是那句 你計好角度的話 沒什麼問題 那這一邊 這個 這個 世界樹 就 對 直接上去 因為一會兒 褲犬就很容易走到 很容易走到 那這個世界樹 就這下 就 skip卡 其實世界樹 妖精王 就絕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是我背包真的什麼都沒有 對 這次都沒有辦法 一定要用 那這下就好不幸 我們呢 下面正中間那隻 原本是被Gameruidat去到 即是現在我Gameruidat這個位置 剛剛好就可以片下去 剛剛好清掉 但是呢 就引了影 那就清不了 那清不了 我們要用第二個打法 那這下就 清了 這下其實 不清了也可以 就直接去到 Loop 那隻王 Loop 那隻頭太郎 因為他有弱點殺手 其實很大力 但是我這下 選擇了清兩隻 借利 和清那一隻的 櫛 這關是 看起來簡單 但是 如果你不會看BOT的話 會死得很金 你看到我有幾下都是看BOT的 看BOT那一刻 例如說 剛剛 啊啦啦啦啦啦 唐國屋那一刻 已經是 那就是 彈一下牆 又進去BOT 那卡那一組 那這個BOT的話 就三ターン也有八爆 但是 絕對是 很可愛 絕對是安全的 因為唐國屋在BOT上面 就算這一下 對啦 這一下呢 就直接去到卡死他 因為在BOT上面的話 就算沒有反BOT 你都可以沒事 你踩中那塊BOT 對 那這一下就 附犬 這位置 很難出到 那沒辦法 這一下就 做什麼都做不到 不要緊 的 那這一下就進去LOOP 那這一下就進去LOOP 但是不是很LOOP 不是很LOOP 對 那我妖精王對著弱點 那這一下就LOOP 那這一下就LOOP 這一下LOOP 就是Over kill的 對 以後不是的 我預計他的速度會高一點 我想我做不到LOOP 因為如果做不到LOOP 是會拆得很快 好啦不要管了 那唐哥路這個位置卡點 那兩隻BOT就最好清掉 因為他會不斷幫這個王回血 還有他會阻礙你 那其實他給了那塊貫通反射轉換板 即貫通反射轉換板 給你其實都 給你好容易清掉 那這一下副犬就彈牆 那其實可以不彈的 那直接進去都可以 欸這一下入錯點 對 不要緊 入錯點不要緊 打完一下就還有 那這隻貫犬我沒有極運 但是照用 那因為 其實理論上 他招偶打技 是有用的 在王關 這一下入錯轉 這一下就被彈得差 那就變成機武力就要去補 那 那理論上 你王三的時候 你可以 喂又入錯呢 搞什麼 那時候 不合理 這樣 唉笑了不要理 總之清掉的啫喱是優善 清啫喱是優善的 那這次有弱點殺手的這隻糖果屋 就去開技 因為可以無視了一個貫通反射轉換板 首先 還有開技 加上 弓加速 直接秒了 不要理 其他雀 這個 糖果屋的 威力是驚人的 直接秒了 打直 這麼遠距離都秒了 那這一下就殺這個水龍 應該殺水龍的 我選擇卡 因為我覺得 那個位置 在石磚 那個位置 不是那麼漂亮 我也是選擇卡 這個水龍 因為水龍會幫 小怪或者 隻王 隱身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不是很縮 但是 總之會幫 王或者小怪 是會隱身的 就會很煩 所以 最好 先清掉 這一下應該是 他清掉水龍 因為 糖果可以處理上的 F Play 如果他沒有隱身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 射撃 石王 咦 波落了 波落了 就清了 波升起的時候 然後呢 就去裂撃 剛剛頭段 還是那個 入坊位 入得很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入坊入得那麼差 下面那一隻 就完全不需要害怕 因為下面有兩隻 也放進去 這一下 複犬就可以直接清掉 然後就可以對黃燒出 我們還有七回合時間 其實是絕對足夠的 其實入王關之前 個人打落 入王關之前 就不會太難 王關之後 通常的情況 就會血量保持偏低 那你 你又要兼顧你的血量 又要吃心 那樣 但是你又要清卓 清不切卓 你又煩 那你又復活 又踢死了一隻 最慘的是 有時踢死了一隻 你更慘 那這下就是Loop 你看到Loop到真的很快 沒有什麼減速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理論 總之這個就做到 基本上也是一個漂亮位 那他就負責清卓 那這個位置 唐國屋就清了水龍 那水龍是會引身的 是會引小怪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會引一隻王 不肯定 但是總之先清掉他們 總之先清掉他們才對 因為你絕對不想想想 有任何東西他會引身的 那現在清掉了 那王沒有引身了 那你兩隻王是引身的 那我相信呢 水龍呢 就是會幫那隻王引身的 這個位置入球 入球 但是Loop不到 這幾個蛋很差 因為他 那隻王不斷放傳染病 會回合 你的血量呢 是會 壓得很低的 又死不去 但是你會壓得很低 那這個遊戲可以 沒有什麼特別 這下 就清掉兩隻啫喱 還有清掉那一批小怪 那剩下那一批 其實糖果屋呢 是可以彈一場卡進去的 那這下 就是咬底 咬一顆地雷 再加傳染病 再加一隻王之味 機 所以吃心 其實水瓶炮 如果他剛剛卡點成功的話 我想是死不去的 因為不中 但是 那時候要壓底 因為我看到 我看就看攻略 是日文來的 那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招尾 我只看到那個數字 咬一咬 所以就吃心了 那這裏 其實 清櫥也可以 因為他基本上清不了櫥 基本上一出就變反射 那這下落球 落球就適合了 那幾毛尼特 就可以撞自己 踩的那一塊 還有那一塊 就變回管通 就出去片 好像 撞不到 但是 對這個王友一定輸出 那這下就是咬底 咬底開了 不是 我記錯了另一場 那這下就 對啦 又要點 還片就可以了 那即使 你看到我沒有補充 但是 那隻王不會殺不死 對啦 就這麼簡單 然後上面 屠太郎是要先清的 但是我們現在清不了屠太郎 那中間那一對呢 有得放進去 就最好先放進去 那這個有線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會撞到上面那一塊 那條線 這下真的被條線 這下真的被條線 因為我看到是撞下面的 那個波子 但是呢 帶完出來後 大家都看到了 是創了上面那塊波子 那 呃 有點難看 但不要緊 那屠太郎就要清掉它 因為它會幫那隻 王忍生的 那基本上這下就 對啦 清小怪 呃 需要太急著去打那隻王 今天如果你清了場之後 其實那隻王都不會太難處理的 你絕對有足夠時間的 如果你清場清得好的話 這下好像又是失敗的 呃 不夠速 還有入錯位 對啦 還要彈多一下場 那 那 雖然說清遮理 清遮理重要 但是其實還有一件事 那就是 左邊的水龍 最長CD是全體復活 包括全體遮理 不知道包不包圖太郎 好像不包 好像不包圖太郎 但是都夠煩的了 這個位置就 變了反射 所以就做不到任何東西了 應該要攝底了 這下是不是 試一下攝底 那下一招就是 這個 王就會放 L型的Laser 這樣向左射 那這招是深的 那 因為血量有點危險 很適合 這個世界樹 想點彈 那 我們堂哥哥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是可以清除 的 那 那 基本上這下一定要走 基本上這下一定要走 如果不是他的話就會被人困住了 因為他全體復活了 那隻水龍 對了 那你就看到煩的地方 那這下糖果屋 理論上就可以清到那一招了 那然後呢 咦 搞什麼 開機 其實這下不用開機 這下絕對不需要開機 想直接處理這隻王 其實這個時候還可以慢慢來的 因為糖果屋還有一回合 那他這下 秒了左邊那一招 然後右邊那一招 給富犬 或者機武女帝去處理 那其實他還有一下 彈你的時間 那其實就 OK的可以的 那就衝動了 這下 咬底 始終 沒辦法的 那這個位置呢 如果你有富犬的話 理論上 富犬和羊戰的打法是一樣的 只不過富犬的威力當然低很多 但是理論上 那打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下一定要卡下去 因為要救一隻糖果屋出來 那一個洗手 就LIPHIT 就是淘太郎 但是弱點位置不漂亮 他給了中間 就是他的身體中間 我記得他底部是有一個弱點 但是他這裏不出 那二流二番 這關是有疾功加倍的 那所以呢 這些穩石系 是絕對 清不了場的 那世界少爺的閃電 唯一具用途就是 有極低機率電魂人 那你基本上可以無視他 現在搞什麼 還不LIFIT 現在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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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我看一看那個 那個 我看一看那個 replay 到底在怕什麼 那這就是LIPHIT 還不彈 我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那時候是想 開那個 開那個 開那個閃電可以 加到100萬 這樣 唉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彈什麼 那 那 那 基本上要他清 清桌 那這一下 入Block 又入得差 那 好那方面 就是 我叫做清了 我叫清了 那隻 巴蝦 那糖果的東西 就出來了 出到的 因為剛剛 就是傅圈衝進去救他 那 但是就 差點殺死那隻巴蝦 那殺死了那隻巴蝦之後呢 就另一種打法 傅圈就變成沒有 因為傅圈開技是吐到他的巴蝦 那就可以站在那個Block上面 那 但是 這下起了Block 哈哈 沒辦法了 那你見到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 死了死不去 但是又不是特別好 一直保持著 其實都很危險 那這下小小小就想 應該是想 我Loop Heed好 正義的話 是 食感心好 那應該Loop Heed吧 因為我慢幾血 其實是頂到的 你不要見到那麼多一字 很恐怖 其實是頂到的 巴蝦那兩個一呢 就是移動 加爆炸 少少爆炸而已 然後 蓬萊那個一呢 那就是 全員病 因為不停保持著 那還有 粒姐里的導引彈 那導引彈又不是 他們的攻擊不會特別痛 但是攻擊很密 所以導致你的血量 會 長期處於 一個低的水平 那這場呢 那這場呢 其中一個死因 我覺得啦 其中一個死因 就是那些小怪處理 處理不善 小怪處理不善 那所以 就 一路煩著其他東西 就攻略不到這隻王 那另一個原因 就是 我最後臨尾的時候 太緊張入球 真的太緊張了 一會兒你會看到這些剪接的 那那些剪接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我掛了機 停了在這裡掛機 那為什麼呢 我就去問 我這群有怎樣彈 因為我自己 受咬到 不懂彈 那這一下呢 負犬 理論上 進去Loop Hit 但好像Loop不到 太薄 遇過石磚的位置 遇錯了 是嗎 咦 掛到 掛到 但不是很高傷 那其實呢 四回合時間 如果認真Loop Hit的話 是夠力的 是夠力打的 那但是呢 我這下小事 你見到這下應該剪接的 應該 剪接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中間是等了5分多鐘 在這裡問個人有什麼 但什麼角度 那我自己又 就算了 那開技呢 就博 我不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 加速加攻 其實我懷疑是減速的 那總之呢 這下呢 不開技 要不就不開技卡巴哈 然後 幾毛雷德 和唐國 就兩個人 Loop Hit 就更好 好像現在 是 除了啫喱 除了啫喱之外 但是啫喱清理沒有用 因為 牠們爆之時 就是隻王爆的時候 那就是我 白癡 這下 這下真的很白癡 這下真的很白癡 現在我看回 就應該是卡巴哈 對 對 對 即使我按了開技之後 牠也是要等那麼久 我也是要等那麼久 因為太過不肯定我怎樣彈 這個位置呢 就想彈左彈右 左彈左 就是三下場 就進去 打那個Loop 但是呢 你看完結果之後 你會看到 哇 你會馬上看 在彈什麼呀 對 對 完全不適合 咦 那個雷典清得側的 那個雷典清得牆的 這樣也好 所以 這樣就叫做生死死了 那這下沒辦法 那這下沒辦法 巴哈 肌米瑞特 沒得不卡 那最後剩下 那這下 那我就 這個位置呢 又CUT了 因為不懂對位 不懂對位 不懂對位 這樣就CUT了一下 那現在就 對 看到了 入錯位 現在看回都有點心痛 因為 好少可初日 可以打到這麼接近 哦 對 沒辦法啦 始終 看Bot不準了 哈哈 那就 收工 給他招大技 那麼 可惜 但是 感覺上 打下去 我想看到Bot 會看Bot的話 就 你說對重的要求 會不會很高呢 又不算 看下去 好 那麼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位置 那麼 初見就 不是初見 初日就炒了 初見呢 初見就是在 第三關 兔太郎 引追 你 結果被他隱形的情況下爆了 對 那一下就 很無奈 對 那這場已經打了 最接近了 那麼 這條影片來到這位置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